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96问 主的晚餐是什么意思 回答 主的晚餐是圣礼 是照着基督所规定的 分发于领受饼和杯 是为了表明主的死 按照领受圣餐的人 他不是凭着肉体 乃是凭着信心 领受主的身体与宝血 以及主耶稣基督一切的祝福 那么就使我们的灵命 能够得到喂养 在恩典中长进 这个圣餐呢 又被称之为主的晚餐 因为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宴席 也被称之为香蕉团契 所以他这个外在的行动 是根据基督的制定 吃饼喝杯 而他内在的意义 是基督的死 所以这个掰开的饼呢 就表示了 主耶稣基督 他为了我的罪而死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我掰开 那么倒出来的酒 或者说葡萄汁 或者说葡萄酒 那他表明的是 主所流出的宝血 这个饼和这个杯 它的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 就是要恢复我们 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来加深我们对基督的信心 并增进我们灵命上的益处 在罗马天主教 在罗马天主教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教导 他们就认为 这个饼你吃下去之后 在你的身体里发生了质变 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了 你喝下去的杯呢 在你的身体里 就变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血了 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无稽之谈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只是个预表 这是表明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流出来的宝血 来遮盖我们 来洗劫我们 只是这个意思 他不可能变成真的 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肉 和主耶稣基督的血 这是错误的教导 我们要非常小心 那么在圣经当中 又是如何向我们启示的呢 首先是在路加福音 22章19到20节 经上记着说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我用 我的血说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阿们 其实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晚餐 主的晚餐 是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设立的 我们如此行 是为了纪念主 我们在吃主的杯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悔改的祷告 承认自己的罪 然后悔改 然后我们这么行 是为了纪念主 为我的死 所以我纪念他 我跟随他 按照他所说的话去行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在主里的信心 感谢主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你